字幕提供 嘿 大家好 我是Roka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Switch Olémodo這一台 入手兩個多多月 我的一些體驗心得 跟一些真實的情境上的心得分享 那這次的 Olémodo其實在入手 有人可能會問說 會不會覺得後悔 因為其實在跟這一台比起來 就是原本的續電 那我這一台是初代的 但初代跟續電差最多 就是在那個電力的續航力而已 但其他地方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的 所以我這台初代主機 其實當初我就是把它當成續電在用 那這次使用 Olémodo 其實我有花了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去體驗它的掌機 因為不外乎它最大的升級 就是上面的這個彩色的液晶面板 真的大家一看 都應該會蠻喜歡的才對 畢竟它的版面 真的就變成那種整個全滿版的遊戲畫面 再加上它的遊戲畫面跟品質 在整塊螢幕上面顯示起來的感覺 也都非常的好 最近其實他們的價格都比較優惠一點 這一台好像七千多塊就有了 那這一台的話也是比原本的定價 再低一點點應該就可以找到 大家如果過年有想玩的 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那回過頭來講下這兩台主機給我一點感想 首先呢 我現在講好的好了 我先講好的 晚一點再來講那個 一點點小小不方便的地方 我這次在玩這個熱血三國志 還有包含在玩一些 可能大家來找找那種除錯遊戲 其實都是使用掌機模式在玩 花了蠻多的時間 那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這一塊面板 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提升 那說實在 真的在看起來 會比這一台初代的 甚至是比蓄電加強版 都來得更加漂亮更加精細 而且螢幕變大其實在玩遊戲 我覺得那個優點真的是很多 因為你看起來爽度增加以外 而且整個真的是比較舒服 其他的優點喔 可能就是在這一次的更新 這其實在舊版的也有 睡眠模式呢 他可以幫我們繼續下載軟體的更新 這一點我是真的覺得還不錯的 因為我們的遊戲呢 其實有一些更新檔都是特別的大 那其實在下載的時候啦 需要花上很多時間 如果說像以前必須要把主機開著 我是覺得會稍微麻煩一點 那如果說是在睡眠時間 可以自動下載 現在是我拿起主機喔 按開來他就會出現更新完成 那個感覺的確是真的不錯 不過這個在舊的主機 透過更新你的系統之後呢 其實也會出現 包含像藍牙的支援 藍牙耳機的支援 這一點也是在新的系統都有支援到的 所以呢 這個就不算是 OLED Model自己的獨家特色 因為他是在舊版的主機 升的系統之後 也會感受到 優點好像 差不多就這樣了怎麼辦 有點好像差不多就這樣了 那接下來講一些 我自己覺得 不太方便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他的這個 開關鍵的部分啦 其實他的開關鍵喔 我真心覺得 他在按起來 沒有像這台原本的主機 這種差異這麼的大 所以呢 在按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真的是 一擊之下 我等一下按個待機 或者是要按點音量之類的 會按錯 這個是我自己有發生的一些狀況 其實就我覺得 舊的這個設計是真的比較好一點 雖然說 一致性來說 可能是新的比較好 但是呢 我覺得按鍵的設計 可能要做出一點差異化 畢竟他位置都還蠻近的 那差異化越大的話 其實他按就越不容易按錯 那再來第二個 這個是我還蠻care的地方 而且也是我覺得這一次喔 一個小小的小問題 這真的是小問題啦 但是呢 是我最在意的小問題 就是他這次的卡夾的 這個取出口的設計啊 像舊版的人 他這個卡夾蓋子啊 就有一個凹槽 有沒有 非常明顯的一個凹槽 所以指甲這樣子過來 不管你長指甲 短指甲 有指甲沒指甲 基本上就是 非常好開 非常直覺 其實我開了很久啦 因為這台主機 我擁有已經四年左右了 再開這個 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這邊的話就是 他沒有特別做凹槽 雖然說以平整性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真的比較漂亮一點 可是啊 有時候我在指甲剪掉 就是真的變很短的時候啦 他就會變得不好拿 我要特別的 轉一些姿勢喔 才會比較容易扣進去 打開這個蓋子 那這一點是我一直覺得 就是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好這個也可以補充一下 旁邊這裡 因為其實他這次的 新版的OLED model的主機啊 大家可以看他上面這裡有沒有 一致性來說 真的是比較好一點 第一個是剛才顯過的旱件 他這邊平整性真的好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散熱孔的地方 你看他現在也看不到裡面的散熱片 舊版這台像以我這個角度喔 再看進去 就看得到散熱片非常多 而且甚至還有看到銅的那種材質 就類似銅的那種顏色材質在裡面 所以看起來這樣子的質感 真的是會好上不少 而且你看這個耳機插孔的地方 還有特別的這種不同的顏色 像這邊的話 它就是全部都一樣 一致性整個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在用東西啦 真的是要考慮一致性以外 還要考慮到便利性 好用的感受 因為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常常在拿卡夾 會覺得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地方 据一看的部分 有人問說會不會飄移 以目前為止我這樣玩了兩個月左右 我大概3分之1的時間是用据一看在玩 因為掌機模式嘛 一定要用他玩 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有人說這代其實有特別做了改良 但是因為沒有長時間的測試啦 真的實在是很難會發現到 他的一些什麼飄移狀況之類的 還會不會再發生 那這個的話我會盡量再跟大家做一個追蹤 就是慢慢的去體驗這一台 然後慢慢的把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這樣 再來就是後面的這一片 其實這一片呢 我說實在的 從之前拍影片 我有拍了一支一百款遊戲 然後使用Switch Oremato 來展示他們的那個畫面 除了那一個我用的這個以外 還有在之前拍Oremato的開箱的時候 有翻開這個地方 後來我自己在玩 其實從來沒開過 如果今天有找人家要一起玩 不管是找老婆大人 或者是找女兒呢 要一起玩的話 甚至找其他朋友要一起玩 我全部就是會盡量找螢幕去接上 比較不會用桌上模式 啊這跟我自己個人習慣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對我自己來講 就沒有什麼太有感的進步這樣 接下來呢就是底座的部分 其實以前的Switch喔 你只要把它放上去 就算你沒有開機喔 你直接把它放上去的話 只要你的底座是有接上電力的 通常呢它就會直接開機 然後那個開機的話 大概只有一下下而已 Joycon如果拿來或者是Pro手把拿來 有按下去對頻之後呢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開始玩 那當然啦 如果說是用原廠的Pro手把的話 也可以使用喚醒的功能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直接開機的功用 不過我覺得這個跟個人的習慣會比較有關係 底座的部分 這一次就這樣子 可以拆開來 這個相信很多人在看開箱影片應該都知道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有帶小孩 是有差的 因為有時候呢我會把這個底座 包含我的Switch還有一些周邊配備等等 帶回去老婆帶人的娘家 或者是帶出去外面玩 那住飯店的時候 或者在老婆帶人的娘家呢 這樣子帶回去 有時候啊 女兒看到這個再拔就會覺得 欸好像蠻好玩的耶 它居然可以拔下來耶 然後呢它就會特別去玩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一直覺得 原廠的蓋子喔 我可能有那種收藏的癖好 而且我不喜歡讓東西就是多了很多刮痕啦 一些很髒的那種痕跡等等的喔 所以我會希望說 這個東西在拿起來的時候 它是可以像之前的那種 直接黏住這樣子 第一個是它比較不會不見 我只要有底座在這麼大一個目標 這個東西絕對不會不見 那第二個是它如果拔下來 有時候 像女兒他們的習慣就是拔下來 然後很好玩啊 然後去旁邊亂放 然後等一下的可能就壓在枕頭啊 壓在什麼棉被 壓在什麼地墊上面 然後給它壓著 踩過去啦 或者是走過去啦 或者是磨到啦 哇那個 感覺就很不好受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它 雖然說這樣設計 可能在後面安裝這個 有線網路的線孔啦 會比較好安裝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 如果能夠黏起來 感覺應該是不錯 就是照之前的 舊版的黏法 接著就是 有線網路的 有線網路算說也算是一個優點 因為它的網路速度會比 無線的還要來得快 但是我自己 說實在的也很少在用 我就是用無線的 它要應付我的遊戲啦 還有包含應付我的直播啦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我連更新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不會特別為了它去裝網路線 好雖然說測試過真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可是我自己還是覺得 無線的這樣子是比較方便 能夠精簡就精簡 這個會變成說現在的無線 尤其是支援到了 比較好一點的Wi-Fi路由器啦 基本上它的穩定度我是覺得OK的 那以目前為止在玩 Switch OLED Model這一台呢 我在玩網路的連線遊戲的時候 穩定度真的非常OK 當然也有人問到說 這個穩定度呢 是不是跟手機 跟路由器有關係的 沒有錯 因為每個人的手機型號都不一樣 所以那個傳輸的距離都不一樣 然後包含你用的哪一家電信公司的網路 其實都會有所差異 包含你在家裡面 像有的是中華電信 有的人使用各家的Cable Model 這個網路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甚至還有的人家裡面那種網路 是牽的非常多台路由器 可能你從房間 從廚房 從客廳 從書房 從工作室 各個地方接到網路都是不同台的路由器所來的訊號 那個可能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網路是不是Type A或Type B的形態 這樣子的Switch才會支援 如果是C或D以後的 基本上Switch就會沒辦法連線 這點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至於說要怎麼樣設定 第一個可以問網路服務公司 第二個呢 上網可以查 通常我們那個小烏龜 或者是一些路由器當中 都可以去做一些最佳化的設定 好啦 那這一次呢 我自己在體驗這台Switch OLED Model 以目前為止 這樣兩個多月的使用狀況以來 代目真的給我非常好的體驗 可是呢在玩桌機的狀態幾乎無感 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在接電視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會在睡眠時間幫我下載遊戲 這一點大概就是他最棒的地方了 如果說你是會使用掌機一組的 就是用掌機模式來玩的 基本上這台呢 他的畫面真的是非常棒啦 無庸置疑的解決掉之前的這一個版本 那電力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在玩也覺得是OK的 如果說過年有想要買一台遊戲主機呢 回家裡面玩 首先還是要先回頭 挑一下遊戲 看你喜歡的遊戲 在哪個平台比較多一點 然後用什麼樣的遊戲模式去玩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 像我自己呢 就是比較喜歡實體控的 甚至呢 喜歡跟家裡面的朋友 親戚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稍微互動一下 所以Switch可能就會變成我的首選 我自己獨自在玩的時候呢 可能PS5啦 Xbox啦 還是未玩 但是呢 Xbox現在有提供了非常棒的 訂閱式的服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訂閱式服務裡面的遊戲 到底有沒有一些特別好玩的 特別吸引你的 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模式去玩遊戲 就會達到更划算的一個選擇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這個環境音樂中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Bye Bye